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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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困難就是會要克服緊張啦 因為只要緊張就會滾手啊 啊 滾手 滾手你聽得懂嗎 有沒有懂 滾手就是滑手 就是手滑了一下這樣子 出錯 對 對 就是一緊張會滾手 所以就是現在在努力克服緊張 那我覺得我越來越不緊張了這樣子 上桌在簽唱會上 因壓力大勒崩的安心亞 現在心情平復了嗎 感覺有點大解放 然後心情就比較平靜了一點 對 有發洩過就比較好了 現在就是有把演唱會 就是感覺放輕鬆啦 就我覺得自己壓力大 反而表現應該也不會太好 就是告訴自己說撐過去 自己就會更成長嘛 成長之後再來放鬆啊 看要去哪玩就去哪玩 然後身體的話就是最近有 媽媽有在動那個雞湯 對 因為她怕我昏倒 就是太累 所以她就是一直在 瘋狂的弄補品給我吃 演唱會嘉賓葛中山也來到現場 送上小禮物為安心亞加油打氣唷 先喝一口 安可先喝 先喝一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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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大啦 好大 好大 什麼機緣會讓你想要找那個 中山來一起合作 因為我之前就很喜歡那個MISCO 然後又聽她的歌 然後再加上我這次演唱會就是想說要來點不一樣 跟以前感覺不一樣 所以就是想說找她的話可以有一個嘻哈的組合 就蠻特別的這樣子 可是自己有嘻哈魂嗎 自己是沒有 但是我最近有比較就是 刻意的接近葛中山 然後就是希望可以就是 就是如木蘭嘛是不是 就是可以感染一下 然後讓自己有多一點的嘻哈魂的感覺 葛中山要不要講一下是怎麼帶出新雅的嘻哈魂的 我寫了一首歌是叫自拍 然後我覺得她還蠻會自拍的 所以找她來在這首歌上面 然後嘗試饒舌 然後就有表現另外一種哈 對 然後她還教我饒舌這樣子 先前公司送了一套水鑽馬甲 演唱會上能看到安心亞穿上她亮相嗎 就是有拿來穿 這罩杯還可以 就我就是問公司說有這麼認真嗎 就是通常跟媒體講完 應該就忘記了 幹嘛就是真的要拿來穿 然後她就說不行講了就是要穿 然後就是有把它拿來改造一下 然後當天就是有換幾套衣服 然後那些都是會有視覺性的感覺 對 會讓大家有視覺的享受 所以那一套是裡面最性感的一套嗎 裡面 我覺得不是喔 唉唷 唉唷 呃 就是 光是會啦 就大家來就知道了 採訪報導 對 搞不好葛東山穿的比我性感 哈哈哈哈